在古代 靠着打针技术名扬天下 是找什么体验 我这是痊愈了吧 目前看来恢复情况良好 但要两年不复发才能算是彻底治愈 不舒服的随访 这个 怎么了 随访不了吗 实不相瞒 我要离开了 不过我相信我已经被姑娘治愈了 在下冒昧地问姑娘一句 你医术如此高明 不知事成何处 我老师很多的 多谢姑娘治好了我的病 我今日来还有一件事 就是希望能郑重地向姑娘道谢 你已经付过诊金了 道谢的话就不必了 顾娇说到一半 贱男从下人手中接过一个锦盒 谢礼的话 你若真要送 我也只能勉强收下 喜欢吗 不喜欢可以换别的 那有金字做的扇子吗 金扇子没有 不过我这儿有别的金东西 爷 这不妥吧 那可是 让你拿就拿 那么多废话做什么 下了趟江南 我发现你没有别的本事 话倒是越发多起来 是 又好玩又能闪闪发光 小金空一定会喜欢 顾娇满意的点了点头 姑娘是喜欢金子 还是喜欢华容道 不是我喜欢 是我弟弟喜欢 姑娘还有弟弟啊 不是一个 是三个 那只送一个礼物 貌似不大好 男子又给顾娇送了两份礼物 一旁的下人们 都感受到自家爷的肉痛了 您说 您问点啥不好 这是不是把天聊死了 把自个儿坑死了 姑娘 后会有期 何大夫后会有期 你是有什么毛病 得罪了 顾小姐 啥事这么吵啊 舞阳惊得手一抖 见着色偏了 偏得正是老太太的方向 娇娇 你受伤了 没事 操破点皮 家里日子好了 竟遭贼奠记 顾娇望着无边的夜色 总觉得这伙人 不是冲了银子来的 他们直奔小东屋 那是姑婆的屋子 怎么回事 暑假是直 没能把太后带回来 还 还嫌弃上了太后 她不敢隐瞒 将事件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禀报了安郡王 没想到啊 是啊 属下也没想到 这个在民间长大的顾小姐 竟有此等身手 不 本王是没想到 她居然会舍身去 救一个与自己 毫无关系的老太太 顾小姐 您还有多少是本王不知道的 郡王 属下明晚在 不必了 既然她这么护着太后 就让太后待在她身边就是了 郡王 眼下本也不是 接太后回京的最佳时机 带我回去禀报祖父 做好一切部署 再把她老人家平平安安地接回去 顾姑娘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乡试的时间到了 萧六郎和同乡一起去参加乡试 进入考场后 考生们被分到了各自的考棚 也有人管她家号房 第一场考的是墨书与诗文 按理说 是论语一文 中庸一文 或者大学一文 孟子一文 加上一首自己做的五言八韵诗 可今年的乡试考题格外变态 居然加示了一文 孝经 几天后 国子健重新招生的文书 已经下达到各地了 县城都有一个举荐的名额 顾娇和萧六郎 一起来到县衙 国子健的招生文书确实下达了 名额也出来了 但是却并不是萧公子 怎么会这样 这 你但说无妨 我真的不能说 二位就放过我吧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先令 开罪不起那些贵人啊 你把名额给谁了 天象书院一个新逢的考生 叫冯林 这就奇怪了 冯林的成绩 怎么会排在你之上 不对 这不是成绩的问题 他根本不是本地的 他是松县人 怎么可能拿到本地的名额 我也是这么说的啊 可是 总之 我也是无能为力 萧秀才 萧娘子 你们先回吧 不如我们去府城问问吧 哎呀 你们别去了 文书就是从府城下达的 实话告诉你们 那位是京城的贵人 你们去了府城也没用的 京城的什么贵人 以为侯爷 哎呦 是你们呢 怎么这妖巧啊 不会是听说了国子健招生的事 特地来看看 有没有自己的名额的吧 哎呀 让本侯猜猜猜看 名额没了吧 我需要和他沟通一下 顾娇对萧六郎说完 将顾侯爷拽上脑车 把名额给我改过来 侯爷 您让属下搬的事 而属下怕是搬不了了 您来晚了一步 国子健的健身名额 已经让别人盯下了 您的东西您还是拿回去吧 名额的事不是你倒的鬼 哎呀 揍错了 又是你 好久不见了 少爷还记得流毛 名额的事 是你们动的手脚 少爷不肯乖乖与我们回府 我们只得出此下策了 肥水不流外人田吗 那位冯公子是少爷的朋友 便宜别人不如便宜他 当然了 如果少爷答应与我回府 我现在就能把名额改过来 少爷当真不想去国子健念书吗 那可是天底下 所有读书人都想去的地方 而且明日就要将 报名的文书上交朝廷 少爷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一旦文书从驿站发出去 便是侯爷亲自出马 也没法将文书给追回来了 我说过 我不是什么萧家人 我也不认识你们 我是不会和你回萧家的 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哎 何必呢 好好地康庄大盗你不走 非得去过独木桥 少爷 这不明知啊 让我回去可以 把我和冯林的名字一起写上去 少爷说笑了 就这一个名额 都是我飞尽心机才弄来的 不是还有相识吗 你们既然这么厉害 不如直接把我的成绩改成第一 我做了戒员 无必地方上的举剑 也能进入国子剑 相识我们可插不上手 只有这一个名额 我劝少爷不要白白浪费时机 我最后提醒少爷一句 明早一过 就在无转环的余地了 如此说来 你们不能把手伸进相识啊 九月 相识的成绩出来了 就见最右侧第一栏 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五个字 戒员 萧六郎